CYC社区青年中心在旧金山湾景区送出火机 帮助区内的低收入家庭以及社区组织 一同度过感恩节假期 傅景洪的报道 CYC社区青年中心董事会主席麦浩言 感谢旧金山警方今年再次捐出160只火机 给湾景区的低收入家庭 以及许多当地的社区团体 到场的包括州参议员魏善高Scott Wiener 邓明轩领袖 我们知道在这么高兴的城市 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和孩子 在吃饭和太多人 没有吃饭的食物或任何食物 这必须为我们的高项目 我们知道疫情的状态 今年的火机餐除了警方发送的火机之外 还有餐饮公司捐出的餐盒 民选官员以及CYC人员在活动最后 一一将这些感恩节火机餐 交到民众的手中 祝福他们与家人度过一个温暖的感恩节假期 26台记者傅景宏报道